所以我覺得你剛講到服務貿易不是我們組黨 我們巴不得趕快通過來了一個太陽花協議 他們自以為自己是愛台灣害死台灣了 您是指這麼立國立民的一個協議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民眾這麼瘋狂的去反對 有一些是他們有點被騙了 像台大經濟系的系主任 他就說服務貿易如果通過的話 大陸會有百萬大軍到台灣 對台灣的關係影響很大 第一個外交 我們本來跟大陸達成一個外交修兵 就Diplomatic Truth 結果就不存在了 我們失去了這個五個邦交國 有六個無邦交國的外館被迫改名為台北 並且千里首都 這樣的呢 我們沒有辦法再參加WHA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國際民航組織 在我任內呢 世界衛生組織我們參加了八次 現在呢一次都不能去了 IKEO它是年會是三年開設 我們參加過一次 這邊Interpol 國際行程組織根本沒辦法進去 我們損失比較大的是觀光業 因為有100家旅館 銷價求售而找不到買主 然後47家旅行社停業 超過1000輛遊覽車呢 也是賣不出去 有的他們貸款還沒有還 這樣就沒有生意了 沒有人要買了 因為買了以後沒有生意嘛 所以蠻慘的 還有呢 鳳梨酥高粱酒都自銷 我發現大陸人比較喜歡吃高粱酒 比台灣人更喜歡喝茅台 我們在馬西會的時候 各種酒都有嘛 我們最後清理戰場 還是高粱酒消耗比較多 很好玩 那麼 我們估計大概少了大概200萬人 如果以消費額來講的話 大概少了至少1000億 學生影響到沒有那麼大 學生減少一點是 交換生減少一點 學衛生沒有什麼影響 最大的關鍵是深層的變化 兩岸關係就完全 管道就斷了 我們發電發文過去的話 都是以讀不回啊 沒有辦法 繼續 那麼台灣人民對大陸 對我們政府處理兩岸關係 不滿的越來越多 然後大陸人民也開始轉變 好像支持武統的多了 在座的大陸同學 有沒有這個感覺 啊 有啊 你贊成嗎 你不贊成啊 網民會講 那你要出來糾整他們 好不好 好 那麼 好 下一頁 像賴靖德提出 親中愛台論 其實他那個時候提出來 他真的對這個問題不了解 他把一國兩制 跟九二共識混在一起了 因為他一直當地方的首長嘛 對這個不太熟悉 好 下一個 然後 這是 柯文哲 柯文哲是很紅的啦 他原來提出兩岸一家親啊 後來被罵了以後 他又說回去了啊 這搞成大家覺得他 沒有忠心思想 但他當然比他們幾位 其他人比民進黨更有彈性一點 好 下一頁 是 と 這個 這個 是 市場 去 兌廢 這些 這個 是 項目總統 做 帶來 為什麼 他 我就講說你說兩岸關係 你要維持現狀很好 但是你要維持哪一個現狀 維持我執政的現狀 還是陳水扁總統執政的現狀 因為你的維持現狀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的話 就是他的現狀不是我的現狀 我都講了事實上後來就這樣子 我剛剛不是講嗎 九二共識是雙方一個基礎 政治基礎如果你這個不承認的話 雙方就沒有互信了 關鍵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怎麼樣都不可能 他其實講過不是一中各表 各表一中他講過 蔡英文在2000年7月6號 答覆立法院委員諮詢 他講過 各表一中不是一中各表 各表一中是大陸喜歡講 偶爾會講 他現在也不講了 好 再下一頁 好 最後一個結論 我們給政府的建議 反求初級 做時事回歸九二開心局 徐旭漸進水到渠成 亞苗朱長得欲速不達 第一 兩岸關係跟九二共識 相合則旺 相離則當 相反則傷 各位知道 在中國歷史上 有一個很著名的軍事理論家 叫做蔣百里的 各位有沒有聽過 知道喔 他在抗戰發生不久就過世了 但他提出一些非常有道理的軍事哲學 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他說 一個國家 他人民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 則強 相離則弱 相反則亡 所以他的很多理念呢 在抗戰的過程當中都得到證實 講百里很有名的 我覺得 所以我利用他這句話 相合則旺 相離則當 相反則傷 第二呢 要維持兩岸現狀 就要認同九二共識 因為這個現狀 建立在九二共識上 九二共識是現狀的一部分 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就不存在了 第三呢 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 布瑞澤 歐齊爾布希曾經說過 不要讓中共對兩岸統一感到絕望 這點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強調 我們的憲法徵修條文 明確的規定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來制定這個徵修條文 所以我們憲法是不排斥 兩岸統一這個選項的 是不排斥 但是也沒有說什麼事要完成 沒有時間表 同時呢 憲法他必須 必須要求是 和平跟民主 是說這個方式要和平 過程要民主 在台灣的話 你不舉辦一個公投 根本不可能了解 人民知不支持 但是目前呢 時機恐怕都還不是很下當 好 那麼第四呢 兩岸如果要統一 不但方式要和平 過程更要民主 讓兩岸民眾充分表達意見 兩岸如果暫時沒有統一共識 則回到維持現狀 繼續擴大深化交流 等待有力的實際 好 我再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各位有問題不要客氣 好 馬老師你好 我是來自這個大陸 薩門大學的召喚生 我想相應了解兩個問題 就第一個說 就您之前有提到說 中華民國是這個 拒絕台獨的一個最佳屏障 就是唯有中華民國存在 台獨才不可能實現 但您覺得中華民國 這個概念的話 大陸有多大可能去接受呢 因為在四十年之後 其實中國大陸的官方 就一直沒有接受 這樣一個概念 你說大陸會不會接受啊 對 因為大陸的官方其實是 不能承認這樣 中華民國的一個 這個當然我可以理解 他因為認為中華民國 已經不存在了嘛 但這個只有問題啊 中華民國還存在啊 對不對 還沒有消滅嘛 所以這是我們跟他們看的 不同的 不過我覺得大陸上 越來越多人了解到 中華民國的存在啊 對大陸來講 並沒有什麼妨礙 反而呢 雙方可以促進交流啊 互相學習啊 早先這個大陸 還是比較窮困的時代啊 中華民國在經濟上也領先 那後來大陸慢慢趕上啊 但是還是有些地方呢 雙方可以相互學習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中華民國存在 依照我們的憲法 是不可能允許台獨的 但是呢 我們不能像大陸一樣 說誰台獨抓在槍斃 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人民主張台獨 是他言論自由 所以我們不能夠說 我不贊成你的看法 但是我認為你有發言的權利啊 所以這個雙方是不太一樣 在這個地方 大陸有時候有點誤會啊 你怎麼可以縱容這些台獨的份子 不是縱容啊 言論自由就這個樣子吧 是不是 所以也希望大陸的同學 了解這一點啊 一個自由國家 他不能夠隨便說 你不該講話 又閉嘴 我們有這個權利 好 謝謝 還有沒有 馬老師我還有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最近提出來 最近一定有一個這個新三部的政策 其實核營熱內的這個三部政策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應應 整個時代的一個變化的需求 還是說本來就是應該這麼做 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年了 你知道嗎 至少有一年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嗎 我們憲法的規定啊 它規定說 憲法徵修條文是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特制令憲法徵修條文 換句話說我們的憲法 是把這個國家統一呢 當作是一個目標 但是呢 它沒有時間表 而且呢 根據我們的憲法呢 我剛剛講 程序一定要民主 然後呢 這個方法一定要和平 這個部分都還 目前都還沒有很清楚的 雙方都表達出來嘛 所以我們講這個 不要排斥統一的可能性 這其實就是順著憲法的方式來講 並沒有什麼改變 那任內的這個 就是不統不獨不武 還是不太一樣 不統不獨不武 我提出來的時候 不統是說 在我八年任內呢 不談統一 不跟大陸談判統一 不獨呢 就是不去支持台獨 然後不武的話 不支持武力 所以說是 就是不談統一 不搞台獨 不用武力 這是我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講的 我們說不排斥 譬如說 你現在在念大幾 我大四 大四 那我請問你 你大學念完會不會出國留學 會 會 你是確定會對不對 那可能有人說 我不排除對不對 有些人他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都不排除 那不排除 那不排除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可能會 但是也不一定會 反正要看什麼呢 看條件跟時機嘛 這個對台灣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是一個和平的 也不是一個民主的話 台灣人民不會接受啊 所以我們這個主張 主要的是讓台灣人民 有更多主張未來的權利 所以就三步的話 只是說您在八年之內的一個 這樣期限的 這是以前對 那是因為我第一任 第一任跟第二任的主張嘛 那我們現在兩岸的關係 一直在改變 那我們覺得 讓台灣老百姓呢 了解這個問題 他可以決定他自己的命運 好 謝謝老師 好 我看看 好吧 我找一位女同學 對 就你 就你 我不是女同學 你是男生啊 我怎麼老成這個樣子 分不出來男女 那是人都會老 好 那那那那 找一位真正的女生好不好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好 請講 謝謝 總統您好 我們之前就是 我們有關注到 這個台灣的九合一選舉 還有十岸公投 我們認識到就是 兩岸在政治生態方面 有非常多的窘異 然後就是近幾年 我們也留意到 大陸就是在思想言論這方面 有更加收緊的趨勢 然後媒體也有就是 喉舌的形象更加凸顯 然後您會不會對兩岸之間 就是在公共事務 還有社會光注 社會制度 文化認同這方面 會有就是 漸行漸遠的這種趨勢呢 我不會很擔心 謝謝 我覺得越開放喔 雙方越能夠找出一個 相互合作的辦法 因為我剛剛不講嘛 兩岸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互補嘛 那如果說有一邊很激烈的主張出來 另外一邊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慢慢慢慢的協調成一個共同的看法 我真的不擔心 因為大陸呢 它越開放越理性 對台灣越有利 你看這一次這個地方選舉啊 十個公投案 有七個呢 都沒有通過 對不對 那都 這七個公投案 這個實際上 都講錯了 有的通過啦 有的沒通過 那都跟我們當局的政策是相反的 那怎麼會這樣呢 你執政了兩年多 為什麼這些公投跟你的政策都相反 表示人民對政府 確實有很多的意見 這是個民主社會的常態喔 民進黨也不必太難過 因為你將來調整你的政策之後 就可以回來 我們各位看看嘛 我當選總統的時候 是擊敗了民進黨的對手 我做了八年 那我們國民黨又失去政權 現在呢 它現在又發生問題了 只不過呢 它這個衰敗比我們快四年 這個 這就不是我能控制的 但不管怎麼樣 民主政治啊 這個來來去去是很正常的 政策不受到人民支持的話 他就可能投反對票嘛 所以在這樣一個環境 如果大陸也逐漸的向這個方向邁進的話 我覺得到最後呢 雙方能夠透過一個民主的程序啊 決定到我們倒是有可能的 我反而一點都不悲觀 謝謝 好 還有沒有 好 再找一位男同學 好 就你 你是男同學對不對 對 我是男同學 好 還得高 抱歉 抱歉 就是我剛剛你聽到那個 大陸旅遊觀光人數 還有那個台灣的出口數 還有銷量數的那些問題 我們先假設2020國民黨回歸執政 然後回歸到92公司的型態 就是一樣正常開放兩岸交流 可是我擔心跟現在擔心的是 我們現在過於主打觀光業 還有一些非工業上的一些進展 然後這對於我們GDP其實很大的傷害 因為他們的互聯網 也是我們所稱的網際網路 他們的銷量如此蓬勃發展的 現在這個情況 很多產品已經不是台灣獨有 或者是在光光業上面 可以透過以而傳而 或者是已經有 大部分人已經有實際經歷 然後發現光光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具有這麼大價值的時候 開放或許沒有辦法拉起經濟 那這樣的情況下 經濟要怎麼起飛 實際上我們執政的時候 大陸來台觀光的人很多 觀光業很蓬勃 這是為什麼他們現在整天抱怨的原因 現在沒有了嘛 那我們跟大陸之間交流 當然不只限於觀光 而且實際上也涉及到其他的很多領域 在場的高恐年副總製長 他就談過23個協議 裡面涵蓋範圍非常廣 而且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ECFA 我們簽的部分只是早收清單 Early Harvest 我們賣到大陸是359項對不對 大陸賣過來267項 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雙方的貿易六七千項 所以我們只是開了一個頭而已 雙方將來有很多合作的項目可以繼續進行 大陸最近不是在今年的2月28號提出 有31項會台措施嗎 現在大陸跟我們根本不談 他就片面的給你了 那像這種將來我們 國民黨有機會執政的話 就可以跟他先去商量一下 用什麼方式來做對雙方最有利 所以雙方當然有很多地方可以互補的 只是因為現在政治關係變成冰凍了 沒有辦法做 要做的話 一定會找出很多合作的方向來 這我一點都不擔心 好 還有沒有 好 我們再換一位原本女同學的 好了好了 就 好 就你好了 好 馬老師您好 想請教您兩個 不好意思 想請教您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您剛才提到您任內的服務貿易協議 所以想請教您 當時您為什麼會立足通過服務貿易協議 然後318學運之後 為什麼又立即的 就會停止了這個協議的通過 這不是我們要停止的 服務貿易協議 它是ECFA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是ECFA的後續 一個是服貿 一個是貨貿 服務貿易跟貨貿易 那個時候為什麼要通過服貿呢 因為大陸方面有個十二五計劃 有沒有 第十二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 裡面的重點就是服務業 在那個時候 大概在四五年前 台灣的服務業 比大陸要興旺 所以如果能夠開放的話 台灣的服務業 可以到大陸去投資 對雙方都好 可惜沒有過 結果擺在立法院一躺 就躺了四五年 那不是我要躺 是民進黨他反對 他們不希望看到兩岸之間 關係越來越密切 可是呢他現在嘗到苦果了 當雙方不密切的時候 很多民眾就會受苦 各位想想看 我到高雄去 在他的大樹區 有一位賣鳳梨的老農 他種了五十甲 就是五十公頃的鳳梨 結果呢 今年可能虧到一千萬 為什麼呢 賣不出去 記者訪問他 他一面講一面哭啊 他說馬英九當政的時候 我鳳梨在台灣自銷 我可以賣到大陸 我現在不行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高雄嘛 民進黨 大陸認為說 民進黨執政的現實 他不考慮嘛 所以韓國瑜上來之後 就有機會啦 是不是 那 這個所以 這是不是原因 我不知道了 不過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你剛剛講到 服務貿易不是我們主黨 我們巴不得趕快通過 那就來了一個太陽花學藝 他們自以為自己這個是愛台灣 這個害死台灣了 就是 您是指 就是 這麼立國立民的一個協議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民眾 這麼瘋狂的去反對 不不 有一些是 他們被 有點被騙啊 像台大經濟系的那個 系主任啊 他就說 服務貿易如果通過的話 大陸會有百萬大軍到台灣來 簡直莫名其妙 我們根本沒有開放大陸勞工來 每一個企業來台灣最多只能帶七個人 就是 核心幹部來 根本沒有開放 他就說成 我們有開放勞工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公開的講 我們今天討論服務協議 變成是造謠跟這個闢謠的大戰 我們感到很無奈啊 根本沒有開放 那為什麼要講著 他在嚇你嘛 所以現在經過了這一段時候 大家慢慢了解了 所以 就為什麼 美國民進黨一定要反對這些東西 對台灣有利的嘛 我們台灣也沒有 也沒有因為這樣 就出賣了我們的主權啊 通通沒有啊 所以為什麼現在 韓國瑜那天 他在辯論當中 跟在最後一天造勢的時候都說 我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我熱愛中華民國 現在大家都贊成他 現在他們終於了解了 我們跟大陸維持良好的關係 對台灣是有利的 不是有害的 可是要花這麼大的功夫 才證明代價是不是高了一點 然後第二個簡單的問題就是 兩岸就是之前處在隔絕狀態的時候 好像很少有人會把台灣和中國 作為一個並列的稱呼 但是好像近年來就是兩岸的交流 如果增加之後 反而好像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會很自然地把台灣和中國 作為一個並列的表述 甚至還有很多很多年輕人 就是認為這個台灣不是中華民族啊 台灣人不是炎黃子孫 什麼唐宋元明清是外國史等等 就是你覺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現象 最近二十年啊 從李登輝總統時代到陳水扁總統時代 確實在教科書上有一些這種改變 一樣的我也不是那麼擔心 他也會改變 比如說那些在我當總統時候 太陽花學運之後就是課綱的辯論 對不對 當時那些那個高中生啊 都反對課綱啊什麼的 像什麼慰安婦啊 他說慰安婦不是都是被迫也有志願 我聽到都快昏倒了 你知道嗎 全世界都有共識的東西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呢 這個話一出來啊 CNN就有報導說 台灣居然有人認為慰安婦是自願的 慰安婦在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 是被認為的二戰時候的軍事性奴隸 是各位女士先生 哪一個奴隸是自願的 所以我們台灣有些年輕人搞不清狀況啊 亂發表意見就會出現很多這種現象 但是我們是個自由社會 我不能把他抓起來槍斃是不是 他還在那邊講 所以我們只好不斷地透過說服 現在他們總算都了解了 不過我想會付出一些代價 謝謝老師 好不客氣 我們時間已經到了 這樣有沒有什麼 還有什麼緊急的問題要問呢 有沒有 好 好 你問 教授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雖然這次九合一選舉 就是國民黨算是拿下了比較多的縣市 也可以看出基本上台灣民眾 在於相關東京奧運證明公投方面 然後看出來台灣民眾並不是那麼支持 就是犧牲台灣的就是相關的一些利益 然後去就是走一個對抗的道路 可是不知道台灣民眾對於就是兩岸統一 會抱持什麼樣的看法 那如果未來兩岸就是中國大陸當局認為兩岸喪失 會不會認為兩岸喪失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在他們持續擴張武力的同時 有一天會有可能採取武力統一的方式 這問題很好 這一次的這個公投 譬如說像東京奧運的公投 它的題目是要用台灣的名義參賽 結果後來被否決了 而且否決的比例宣殊 這代表了什麼呢 因為我們用中華台北 已經用了幾十年了 一切都很順利 你弄個台灣的話 搞不好更沒資格參加了 而且這樣對你改成台灣的我們的運動員 表現就會更好嗎 完全沒有相干嘛 在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用中華台北參加了世界貿易組織 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 參加了很多國際機構 有些人覺得我就是台灣 我就是不要中華台北 但是你要想想看 你到底爭取什麼 這些選手都希望能夠參賽 如果是因為你要改成台灣 結果你反而不能拆散 他當然就不願意支持了 所以在現在兩岸關係 我們不可能完全不考慮 跟大陸之間的這種互動 如果今天台灣 不是在現在台灣的地方 在夏威夷或者更遠 也許不一樣 但是現在不是 你每天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中華台北對我們沒有損失嘛 為什麼一定要改變呢 所以他不受支持嘛 這很正常 至於說講到兩岸同意 我剛剛在這邊也講到了嘛 就是說不但方式要和平 過程要民主 因為這是我們憲法的要求 如果能夠在這種情況下 才有可能出現 一些比較合適的條件 因此我覺得這個事情急不了 我認為呢 兩岸的關係啊 一定要循序漸進 才能夠水到渠成 而不能夠壓描助長 到時候會變成什麼 到時候會走 就會變成什麼 藝術不達 我剛剛不是講嘛 話說天下大事 分酒必和 和酒必分 那個是對歷史的一個描述 但是呢 你要做到 不管是分 不管是和 尤其是和 能夠做到不用武力 和平達成 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跟習近平先生 在新加坡開會 我們已經宣布了 兩岸之間 用和平方式 解決彼此爭亂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如果這個能夠達成的話 我相信呢 在台灣 對於統一的看法 會有不同的評價 但是東西都急不來 這個 我們閩南話 有一個俗語叫做 吃快弄破碗 你聽聽有沒有 吃得太快了 把碗都吃破了 吃得太急的話 就是不要太急 有些事情呢 需要經過時間的經過 然後意見的交換跟醞釀 這個到底統一好不好 都可以討論嘛 到時候有了成熟的看法之後 再透過民主的方式來做決定 這是最好的辦法 好 很抱歉 今天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很謝謝各位來參加 祝福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馬老師 謝謝大家